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进入主流圈 刘亦菲公俊被撮合 无欠桃花望 娱乐圈就像一个小世界 里面生活着很多艺人 他们多才多艺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作品和快乐 那么,你们最喜欢的艺人有哪些呢? 一起来看看 这几位是你喜欢的艺人吗? 王一博在同期的流量小声中 发展也算是很靠前的那几位之一了 他年纪不算大 超高的流量和商业价值 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圈内很多大饼 和公司的关系也维持得不错 还能得到公司那边每年的分红 他现在就是转型 从影视圈转战大荧幕 这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的电影资源很不错 正在拍摄的大男主作品《长空之王》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作品是他进军主流圈的标志 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这是一部受上面扶持的大制作 除了王一博 还有很多电影圈的大咖加盟 可以期待一下 刘亦菲和龚俊两个人 都是古装很出圈的类型 所以手里的古装剧本 比起现代都市剧更多 近期有一部大IP 狐妖小红娘改编到王权篇 想要撮合这两个人的合作 这个组合还是挺符合 当下娱乐圈的选角要求 中花配流量小生 目前两边都没有明确给出回复 不过如果真的合作 对于颜值党来说 肯定是一件好事情 吴倩和前夫虽然官宣离婚 才没有几天 不过两个人早就已经是个过个的 孩子则是女方父母在照顾 她现在事业心简直不要太重 也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实力 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她恢复单身以后 圈子里很多男星都挺喜欢她的 异性缘很不错 其中有几位 已经向她转达了好感 桃花还是很旺的 当然 她本人暂时没有恋爱的打算 最后呼吁大家理智追星 学习一人身上的闪光点 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 好 好 ed 诏着 然后 失敌 诅 寅 吊 抓 又 感谢观看